恩典三六 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当中 谢谢主在这一系列的分享里面 我们讲到主祷文 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 再说一遍 主祷文不是一个咒语 也不是一个范本 你照着多念几遍 就会特别灵验 不是的 主祷文教我们的是祷告的原则 我们这几天分享了好多的原则 比如说我们在天上的爸爸 那是一个关系 祷告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 然后你把神摆在前面 神就把你摆在他的心上 他为你成就许多事情 超过你所求所向 昨天提到 我们日用的饮食 不是忘求 不是乱求 但是我所需用的 主早已知道 而且他预备 富富有余 甚至常常超过我们所求所向 接下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 他说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那意思是说 我常常有很多亏欠 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 亏欠的事情 主就说算了算了算了 不跟你计较了算了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说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也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上帝常常赦免我 放我一马 你愿不愿意也放别人一马 上帝放你一马 如同你放别人一马 而这件事情 其实在祷告主导文之后 有一个更详细的解释是说 我们饶恕别人的过犯 天父也饶恕我们的过犯 接下来说 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 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 你看 我怎么对这些亏欠我的人 上帝就怎么对我 因为我常常亏欠神 这真是一个祷告里面 非常重要的原则 叫做 饶恕 放别人一马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非常多的时候 我们不快乐 因为不肯饶恕 心中有一个过不去的结 结不开来 我还是要说 当我们里面有一个结 结不开来的时候 其实最苦的是我自己 你气那个人 气了三十年了 他未必不快乐 他日子过得好得很 他根本不 有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 有的时候他知道了 他也不在乎 他管你的 他自己过得很快乐 结果呢 三十年来 他快快乐乐地过日子 我痛苦地一塌糊涂 你为什么要这样亏待自己呢 要不要试试看 你跟主说 主耶稣 我愿意学习饶恕的功课 但是我承认 我很软弱 主求你帮助我 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你跟主说 这是你的心意 我是照着你的旨意求的 因为你说 你要我们饶恕别人 你就饶恕我 如果我不饶恕别人 你也不饶恕我 所以主啊 你不只是给我一个 饶恕的道理 你要给我饶恕的能力 弟兄姊妹 这就是圣经 圣经的真理 不是只是给你一个道理 你知道饶恕的道理 饶恕的道理我都懂了 你不饶恕就是苦你自己 我懂 可是我出不来 圣经的真理 不只给你一个饶恕的道理 圣经的真理给你饶恕的能力 我问你祷告好吗 求主帮助你 你愿意跟主说 主啊 我真的承认 那件事情我过不去 那个人 我真的放不过他 他所做的 真的很让我受伤 让我很愤怒 让我这么长的时间里来 我想到就更生气 更生气 主我懂得饶恕的道理 但是今天我需要饶恕的能力 求主帮助我 主啊 我要为诚心 这样祷告的人向你求 照着你圣经里的说 求救必得着 求你是恩 当我们诚心向你祷告 求你把那饶恕的能力 无穷的生命的能力 爱的能力 赏赐给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诸可比 在恩典三路结束之后 你要不要到神的面前 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你就是很清楚地跟主说 这个人 这些事 我过不去 你告诉主 饶恕的道理 懂了 饶恕的能力 求你 给我 我给你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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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